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比特币阿丽特频道 那咱们大家都看到了 那今天的这一轮的暴跌 真的是莫名其妙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也是 我在拼命的在找 消息方面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利空消息出来呢 发现了我翻遍了所有的新闻网站也好 或者是翻遍了整个的X平台推的账户 也没有看到任何的说利空的一个消息 所以说这一波杂盘是非常的莫名其妙 非常的莫名其妙 但是我们如果说看一下 Combase的这个溢价指数的话 你会看到这一波的杂盘 其实也没有看出来太多的溢价 我们看四个小时图 只有在四个小时图在这个地方 就是有现货抛售的一种情况 那溢价变成负的了 但是在其他地方并没有看到 非常明显的这种消息出来 那咱们今天视频也是来试着探讨一下 其实我觉得这个下跌也没有必要去找一个 非得去找一个理由了 它下跌就是下跌了 那咱们之前的多次在视频里面强调 那目前的这个行情是在复制2019年小牛市之后的回调 那么回调具体到什么程度呢 那我觉得我个人观点的认为 那是这个在四万 那这也是一个个人的观点 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 好那咱们来还是来复盘一下 那这个我是找遍了所有的新闻网站 那只有这一条 那我不知道这个 这是应该是在12个小时之前 它推出来的 那这个信息是什么呢 说是币安呢 把所有巴勒斯坦人的资产呢 给冻结了 那我为了这个验证这条消息呢 我找到了这个是在Coin Telegraph上面 那把它翻译成中文呢 他说这个边呢 扣押了巴勒斯坦加密货币资金而受到审查 因为扣押了巴勒斯坦的资金而受到审查 但是这个没有任何的中方 中文的博主KOL来宣传这条消息 那我们看一下他怎么说的 那这个是加密平台叫Paxful的联合创始人兼 Nones P2P的平台首席执行官叫Ray 这个叫Yosef 那他像8月26号 也就是昨天的时候 他向X报道 那他在X方面 那我们看看 看看他的这个语言文啊 是怎么说的 这个好像不是 不是一个语言文 好像没有什么语言文啊 是不是删掉了 这个帖子 这个帖子 OK 等一下 我关注一下他 没有关注他 好 那咱们呢 还是把这个新闻呢 跟大家来解读一下吧 那他是说 帖安没收了巴勒斯坦人的资金 并将其交给了以色列国防军啊 叫阿迪艾夫 那帖安呢 已经按照以色列国防军的要求 扣押了所有巴勒斯 所有啊 看到这条信息啊 所有巴勒斯坦人的资金 他们拒绝归还资金 所有上诉均被驳回 那Yosef Yosef他写道 并引用了多方多位消息人士的话 那其中包括帖安传递的一封来自以色列当局的信件 他认为这项举策 这项措施呢 影响了所有巴勒斯坦人 并预测 黎巴内和叙利亚等其他的国家也可能效仿 那我认为呢 我认为 帖安呢 先是扣押了所有巴勒斯坦人的 他们在他们那个平台上的所有的资产 然后呢 会引发一些恐慌 但是呢 那这个消息为什么啊 这个消息为什么没有在 没有被广泛的传播开来 那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 那如果说我是中东那一块的人呢 就是我打个比方说啊 就是我看到帖安去扣押 去冻结这些账户的话 那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什么呢 提币 那不仅是我没有在那块生活啊 我在美国生活 我用帖安账户 我刚刚呢 把我帖安账户上所有的资金全部提走了 呃 我自己觉得呢 就是不安全啊 就是第一反应就是 我先保住我的资金安全 那再说其他的什么赚钱不赚钱 都是次要的 那我的本金是最重要的 那这是 这也是我觉得是人的一个本性吧 那么我觉得市场的引起的一定的恐慌呢 可能跟这条消息有关系 那我们看到目前的这个状态 状态呢 从呃本来走得很平稳的 在今天我们这里 今天中午的时候 十二点半的时候 走得很平稳 然后一口气就下跌了 百分之六点五九啊 那这次下跌呢 跟8月5号的那次下跌呢 这个走势呢 非常非常的像 那我们看到是四千多点啊 直接从六万二 直接就干到了五万八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回过头来 来看一下这个K线指标 那我们现在 现在把这些呢 再都串一串 那这是我认为呢 引起恐慌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么我不知道大家还还记不记得 我们当时讲 分析85暴跌的一个原因的时候 我们说到 呃 日本的这个货币呢 因为它的是低利率 对吧 那美国的是一种高的利率 所以说就会有一种 套息的资金呢 是从日本去借出非常便宜的日元 然后呢 到美国呢 换成美元 换成美元之后 去投资比特币 去投资美国的科技股 去投资美国的房产 那么这种 呃 清算的时候呢 叫这个 这种操作呢 叫 carry treat 那么在清算的时候 就引起了 8月5号的暴跌 但是呢 8月5号的暴跌呢 华尔街有 数据显示 当天清算了50%左右 所以说还有将近一半的 一半的这个 carry treat 的资产 那甚至呢 在这儿 从8月5号到现在 那肯定还有更多的资金 去做这个 carry treat 那么在更多的资金 去做 carry treat 这种套息的操作的时候 那我觉得这个 这个资金量呢 到目前为止呢 是只能是越滚越大 那么有没有可能 在比特币暴跌的时候 会连起连环的清算 那日本的 carry treat 进行清算 然后再加上 中东地区 巴勒斯坦 以及这个以色列啊 那他们引起的恐慌呢 也就是这个 利巴 利巴嫩人和叙利亚人 那这个 就是啊 会引起他们这些国家的 一个 一个恐慌情绪 所以来进行抛售 那昨天咱们 今天早上吧 咱们在这个 利格区块链接报 这个频道上讲到 币安 大量的比特币 转入了币安的交易所 但是呢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那目前来看 有没有可能是那边的 这些大的资金方 在慢慢的转入 在卖出 因为他们有可能会出现 一种什么情况呢 就是 它冻结你的账户 然后呢 就是你的钱 可能 只让你卖 或者是不让你转移 都有这种可能 我们不了解任何的情况 那如果说 有人认识币安上面 这种高管的话 那可以去站出来 来说一下 像我们中文社区的人 解释一下这个事情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好 那这是我认为的 第一个的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一下 那这个是checkmate 他写的 他写的 一个博文 他说呢 但目前的ETF 是只占据了市场的20% 那我们该看看 他说在这个地方 红色和橙色的部分 所以说ETF基金 对于目前的整个市场的影响 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他是表达这么一个观点 但是呢 他有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 这些 这些那个 就咱们就不多讲了 他的意思呢 就是目前的状况呢 跟2019年的时候呢 非常非常的像 但是这篇文章呢 他又是在medium上面 他发的啊 这个是他自己的一个 这个收费的一个网站 那我们呢 就是拣选 能看到的部分 免费的部分啊 那他是说 他是用什么来对比的 他是说这个2019年的市场呢 是三个月内 从4000飙升到了14000 那其实没有到14000 最高是13000多 那这主要呢 是由于中国的 Plus Token 庞氏骗局的现货进购啊 这个事情 我还真不知道 那有了解的 经历过一些小伙伴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一下 那该骗局呢 吸收了2%的供应量 那随后呢 中共在火币上 出售了这些代币 那市场呢 移植震荡 直到2020年的3月份的崩盘 那么这个时间段 我上一期视频 跟大家讲过啊 2019年的小牛市 我是参与过的 所以说我对这一段历史呢 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啊 再熟悉不过了 那几天的涨幅啊 那几天的这个崩盘 那我非常非常熟悉 那2024年市场从三个月 也是三个月啊 从4万涨到了7.3万 那这主要呢 是由于美国现货 ETF的现货进购 那这些ETF吸收了5%的供应量啊 所以说ETF也没有 造成太大的一个波览量 那随后呢 美国和德国政府 出售了约7万枚的比特币 市场一直处于震荡 那只要知道8月5日 日元套利交易平仓 OK 好 那他是说8月 他是把8月5号 类比了2020年的3月份的崩盘啊 但是我跟他有不一样的一个观点 我认为这个 2020年的312还没有到来 那么他的意思呢 就是做了这么一个类比 来告诉大家 那目前他已经是起稳了 但是我认为啊 就是还有一些 我们没有想到的一些 更大的一些黑天鹅的事件 可能还没有发生 因为我们永远想不到 那到底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而尤其是今天的这种走势啊 我们根本就看不清楚 在没有任何的消息 没有任何的 这种利空的这种消息的前提之下 那比特币跌成这个样子啊 那么我们来对比一下 8月5号的那次暴跌 来看一下今天的这种情况 你是不是要抄底 还是说要再等一等啊 那我们看到 8月5号的时候 那这一段走势 跟今天上午的时候的走势 就是非常非常的相向 那我们看一下 那是从这儿跌到最低点 也是跌了6.23%啊 那是3798点 那这一处的跌幅 跌完之后呢 迅速有一个小的一个违反 那违反的这个幅度呢 我们看一下 它是涨回去4% 涨回去4% 然后在这个点的基础 实际上继续往下砸盘 它是砸到10点半 然后呢 涨到1点15分 那就是给了它三个小时的 一个反弹的时间 那反弹时间之后 从上方继续砸到最底部 跌了11.51% 那这是6850点的一个跌幅 在同一天之内完成 然后呢 开始有一个小级别的一个违反 那15分钟都看不出来这个违反 那在这个地方 非常平滑的继续下去 我们看到是三不二 123 那我们看到 其实15分钟线看的话 那这个是砸的这个力度呢 是越来越大 那我们看最后一波是砸了多少 我们从最高点或最低点 是9.85% 最后插针插到了48000多 级别进一步的放大 那我们这一次呢 我们看今天的这个行情呢 这个地方还是有点像的啊 那是从最高点 今天上午 也不是最高点 今天上午平稳的时候 到现在是跌了百分之六点七七 4217点的一个跌幅 那这个地方呢 不建议任何人呢 去抄底啊 我在推特上已经写到了 那火车向你驶来的时候呢 你最好的策略呢 就是离开轨道 暂时离开轨道 不要在那等着火车把你撞死 再一个呢 就是不要随便去接空中扔下来的飞道 那如果说 今天的这个行情呢 复制8月5号的一个跌幅的话 那会是什么样子的一种情况呢 那我们大概的 大概来掩饰一下 那有可能会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 再有违反 再跌 那到底跌到什么程度呢 我不敢去猜测它 那也要看后面的 后面的这个消息方面 能出来什么样子的一种解读 那市场到底对于这种 今天的这种无缘无故的暴跌 给予什么样子的一个反应 那我不知道啊 我无法去给大家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 但是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现在呢 是等待 等待5万以下的比特币去抄底 OK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简简单单 今天呢 跟大家复盘一下 也算是一个突发的一个状况啊 好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